那每一次上课的影片都会放在教学论坛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请自行加入就可以 加入的时候请务必要给我你的学号跟姓名 OK 否之不许加 因为我不知道不确定 因为我这个论坛没有对外开放 也就是只有上课的同学可以加到这个论坛 这个论坛呢 网址在这里 当然你如果想要看前面的影片你就点选 那上个礼拜跟上上礼拜总共有两周 所以第一次第二次影片在这里 那我每次上课的话都会给一个清单 OK 就是这样 一二三四五 OK 总共我们做了五段 OK 那上个礼拜已经算是比较有点难度了 因为已经开始除了录制聚集之外 产生按钮 另外的话呢 也开始撰写所谓的VBA 那VBA的话呢 主要就是两种 OK 主要就是这两种 一个叫做Sub 一个叫Function OK 那什么叫Sub 通常的话呢 Sub 它会对应到一个按钮 也就是你按着这个按钮 那它会自动帮你把这个Sub 副程式 全部执行完毕 OK 那Function的话呢 它比较像是函数 所以这个我把它称为所谓的制定函数 那我们上个礼拜有制定了一个所谓的手机函数 也就是本来那个Excel内建的那个函数 你插入函数呢 你找不到这个所谓的手机函数 那这个手机函数的话就针对你的工作需求 你可以自己把它定义出来 因为Excel里面很多功能是没有的 那没有怎么办 那你就必须用VBA把它完成 尤其是未来在职场上面 那个很多地方其实以Excel内建的函数 都没有提供对应的相关的解决的方法 那怎么办 你可能 我看目前最好的方案 应该也是目前唯一或者是 可能最好的方案就用写VBA了 OK 所以理论上如果你大量在使用Excel的话 那其实学VBA当然就没有错了 OK 当然你想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用学Python 其实Python也可以 但问题是你隔一层了 毕竟的话呢 VBA是直接就在Excel里面 而且完完全全可以直接去使用Excel里面内部所有的物件 也就是Excel能做的所有事情 VBA都能够把它做成自动化 但Python的话毕竟它是外部的一个程式 你如果要存取那个什么Excel的话 哇 那毕竟你还要去安装很多东西啦 OK 那当然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是大量在使用Excel 那目前当然以职场上来看 那个Excel使用的这个重要性 我想应该目前来看 应该很少的程式需求比Excel大的啦 或者使用的时间比Excel多的 有没有 你看职场上哪个软体使用的时间最多啦 你统计一下 发现还是Excel 那当然Excel它是一个付费软体 也就是说你一定要买啦 当然像很多那个企业或者是这个公共机关 希望找别的试算表来取代 可是后来发现好像还是Excel比较好用 所以目前来看短时间内的应该Excel这个东西应该是不会消失 那我录的影片特别之后这底下有个完整的影片连结 所以如果你是新加进来的同学 回去请你把前两周的课程自己再把它补上 OK 这我就不重讲了 因为影片连结在底下啦 今天非常近 反正每一次上课我都会有个连结就对 你连结点进去啦 它会跳到YouTube 应该YouTube不莫森吧 应该大家都会用 它有一个清单 你可以从头全部播放 或者是说你可以逐一 你可以针对你比较不熟悉的部分呢 再重复 这个复习一下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第一个我们之前上课的相关说明 第二个的话呢 再来我们上课里面的上翻例档在这里 所以如果你上课就把这个下载下来 解压缩里面就会有我们上课用的相关的档案 那我们上个礼拜是讲这个啦 文字与资料函数这一个 所以我们绞交了两个作业 这两个作业 那绞交到哪里呢 基本上就是绞交到一样是云端上面 这个有个作业区 那这边第一个台词大 然后你就 大概第一个你先建一个自己的资料 按右键 这边可以新资料夹 那资料夹名称的话 就是你的学号加姓名 然后并且把你的作业呢 上传上来 上来两个作业 并且记得哦 上传的话 这个是ExcelXX 记得一定要把它 这个上面有个齿轮的 齿轮就设定 设定的时候记得 这个不要打勾啊 因为你打勾的话呢 它就帮你转换成那个 就是这个这个 Google的试算表 那就 有些你之前写的VBA 就会不见了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小心哦 如果你传上来是一个Google试算表 那它会把里面的VBA 就直接删除了 OK 所以哦 这一点恐怕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再把它上传 那就完成了作业啦 大概是这样跟各位说明哦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就要继续再来看那个其他的范例 另外呢顺便讲一下 云端白板上面也有相关的参考说明 比如说上个礼拜的东西 像那个程式假设 有些同学啦 大体上好像都OK 不过还是有些同学不太OK的 那你可以参考 录制聚集这边 我把对应的程式嘛 你可以大概比一下啦 如果哪些地方不 不OK的话也许比一下看看哪边出问题 那另外的话呢 还有就是说 几个这个程式 另外我把我们上个礼拜这个 这个打开好了 OK 然后Excel 那你会发现呢 上个礼拜 我们大概主要就完成什么 其实 第一个要启动 特别说 上面有一个启用内容 你一定要先打勾哦 这个一定要先按确定哦 启用内容这个 一定要按确定 如果你不按确定的话 你待会儿去执行任何的程式 VBA程式都不能walk哦 这点可能要特别小心哦 因为 蛮多同学没有按那个启用内容 那就直接按 他发现 其实老师为什么 他没显示说他没办法执行 主要是因为 以色列会认为说 我们写的这些程式 其实是有可能出很多的问题 也有可能是病毒 那如果说 很久以前是有聚集病毒啦 不过现在比较少了 然后他认为说 你如果确定是安全的 你再按启用内容 但如果不确定 你就不要不要按 那就不会有风险 可能是 那 再来的话 最后我们上个礼拜 主要的练习 大概就是 几个点 我大概把它run一下 第一 我们录制的 所谓的聚集 用什么录制呢 一样是 这个上面的箭头 其他命令 制定功能区 然后这个一定要打钩 开发人员 按确定 那这个开发人员里面 我们是用录制聚集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 录制聚集之后 再去执行的话 从这个地方执行 那程式写在哪里呢 写在V2倍 所以1 2 3 OK 那比如说我们录制的 总共两个功能嘛 一个是清除 轻跳 串接 OK就有了 OK 然后再来的话就VBA 这个部分是自己我们录制的 那VBA的部分的话 总共有两种 一个Sub 一个Function 清除一样 清除的话把这个 充丢空的 然后这个门号公式是输出的话 上面是直接把这个公式 直接输入到这个储存格 那主要的错有什么 如果你把公式丢进来的话 它就会自动帮你执行 出最后的结果 OK 那清除一下 另外的话还有一种 就是直接门号 执行 那各位可以看出 最大的差异 这个的话呢 它里面并不是一个公式 而是最后的结果 OK 所以那至于怎么做 基本上这个是原原本本 全部都是用VBA的方式 那里面会用到 VBA里面有一个函数 叫Format的函数 可以完成这件事情 好那其他细节部分 如果你还是有一些不是那么了解 我是建议你可以怎么 再把那个影片稍微看一下 这边有个影片连结 每一次我都会把它放在这个教学论坛 那这边的话每一次也都会有个清单 所以你大概看一下哪一段影片 那连结的话点进来的话 也可以看到 那我也看到每一次观看的次数 OK 其实还蛮多的 那每一次OK 大概 当然如果你有相关问题 其实YouTube下方也可以留言 如果刚好你看到哪个部分有问题的话 下方你也可以直接跟我讲说 你哪个地方有问题 然后我也会直接 如果看到你有相关的 那你问题尽量 如果可以的话 让我知道说你是几分几秒的地方 比如说你说 是我是几分几秒的地方 发现问题 然后呢 我该怎么解决 那我如果看到很具体的 那我就直接线上 直接告诉你怎么做了 OK 也可以直接互动 我觉得会比较直接 不会说有些人 有些人问的抽象问题 说那我要想象一下 尽量如果可以的话 告诉我说 你是在哪个地方发生问题 那我会直接在 这上方也会直接回答你 OK 再来的话 如果你们将来 平常有练习 想要多了解的话 其实这边 我的频道里面 其实还有其他的影片 如果你还想知道 更高阶的 这个内容的话 那其实可以稍微看一下 甚至如果可以的话 这边有个什么 订阅 OK 我现在没有事故行销 你不订阅没关系 那你如果订阅的话 可能你平常成绩 应该会是 比较好的 比较认真的 因为我希望说你可以跟我多互动 那互动不是说只能够在教室里面互动 但我觉得你下课 离线随时都可以学习嘛 也不是说只有教室上能学习 OK 所以如果你 因为我平常成绩 占20% 如果你希望平常成绩 高一点的话 有几个准则 第一个的话 就是你尽量坐往前面一点 我可能离我 你的成绩呢 会跟你的 离我的距离成反比就对了 OK 有些你离我越近 那我当然会打高一点 不过 第二个的话呢 你上面如果可以跟我互动的话 比如说最好让我知道你是谁 不然的话 我这样要加分 也不知道加给谁 我只知道 那有个同学很认真 一直跟我互动 但我不知道他是谁 OK 你可以告诉我说你是谁 这样也是一种方式啦 不然我要怎么打高分 每个人最后评量 我这样很难打 OK 诸如此类的 另外的话呢 还有就是说 我第一堂上课有讲 如果说你想知道我是谁 我讲过吧 你可以Google那个吴老师的关键字 那当然上面有个签到步 如果你来上课的话 另外有个方法 其实我有的时候 甚至我是什么 我直接就是 吴老师嘛 OK 第一个应该还是我 我看一下 第一个 这我的吧 教学部落格 吴老师教 这个就我的 然后你可以直接在上面 另外一个方式 你可以在这上面 做签到的动作 这边有个线上签到步 学习签到步 OK 然后身份 你就告诉我 你是台师大的学生 OK 然后你的学号姓名 OK 那你要干嘛 上课签到 随便逛逛 OK 或者你想要学一些 其他相关知识 反正就选一个 然后留下足迹 其实也一样 现在再来一个 OK 好 上课签到 然后按提交 那这个记录呢 就会记到我的云端上面 那我会随时统计一下 那你不要一直没事都乱签到 你根本不是 你只是想要 刷存在感吧 OK 反正各种方法啦 那这上面当然有一些 我之前写过的一些文章 你也可以看一下 OK 比如说怎么解决相关的问题 OK 好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就这一题大概就先到这里 我就先把它储存一下 Ending 然后待会请各位呢 再帮我开启下一道题 开头是150亿这一个 截取瓜糊中自串这一题 OK 那其实这一题的逻辑非常简单 你把它打开之后 那你可以看到呢 它的资料来源在A栏 它要提取的资料放在B栏 那你会发现 这上面已经有做好的函数 请你把资料选起来 把它Delete掉 OK Delete 因为上面的那个函数 是给各位参考的 那你当然我们重新来做过 那我希望呢 可以做到什么效果呢 就是第一个先判断说呢 参赛者资料后面 有没有刮糊 第二个的话呢 如果有刮糊呢 就帮我把刮糊里面的资料 怎么样 放到这边来 也就是把那个备注 把它另外再放到这边来 当然呢 我现在不是要你做土法链钢 当然土法链钢 你变成说你每个都要眼睛看 但如果说你资料量多的话 像这个十笔还OK 你可以Ctrl C Ctrl V OK还可以 但问题如果现在这个是一万笔 或者是十万笔 甚至百万笔的话 那当然完全就不建议你这样做了 可是要怎么做才能够更快 所以待会的话解决方案 不外乎就怎么样 请你先想想看 有没有内建的函数可以完成 有没有 内建函数的话 插入函数有没有 怎么找呢 当然第一个你可以找什么 找文字内里面函数 哪个函数可以完成这件事情 Find函数 特别重要 什么叫Find呢 基本上就寻找函数 寻找什么呢 寻找前刮糊 寻找后刮糊 然后把前后刮糊的资料 切出来之后 放到你指定的储存格 就是我们要的结果 但是呢 该怎么做 首先提示一下 一用Find函数 二的话如果要切割的话 用Middle函数 那Middle函数需要给三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哪个资料 资料在这里 从哪个StarLambler 从哪个字开始 一二 前刮糊在三 应该是从第四 假设这个 然后呢 Lambler Choice是几个字 应该从什么 后刮糊的位置 再往前推到这个 这个是前刮的位置 如果有找到的话 那这后一个字 就是第三阶段 把这个东西呢 放到这里来 OK 所以大概至少会用到 这两个函数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我把画面切回给各位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主要就是 利用函数 当然函数其实还不够快 后面我们一样会把 上个礼拜讲的那个VBA 其实再把它 再把它这个 用在这一道题上面 OK 试试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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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